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西班牙语第一的课堂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西班牙语第一课堂 自然是发生过各式各样令人啼笑皆非的酒势啦 嗯虽然我特别的爷们儿 但总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我得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淑女呀 比如有一些比较官方的场合啊 或者陪同翻译啦等等等等的对吧 记得有一次嗯我是参加一个特别高端的酒会 那我自然得把自己搞得人模人样呀 于是呢我就换上连衣裙踩上小高跟 等等等等我就去陪同翻译了 但是呢因为我一贯特别勇猛 然后又有着一颗纯汉子般的心 还忘了自己踩上了小高跟 于是悲剧就发生了 啪啦哒我瞬间和我柔软的地毯 来了一个亲密接触 但是爱面子的我怎么能在这一刹那丢人嘞 所以在摔倒的第一时间 我一咕噜立马就站了起来 并且自嘲地说到 哎呀妈呀这酒咋这么香呀 搞得我都醉了 估计应该也只有我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了吧 好了那虽然呢 这的确不是什么特别美好的回忆 但是 我们生命当中的每时每刻 可都是无法替代的哟 小伙我觉得我还想把它翻译的更简单一些 再给力一些 那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刻 那可都是限量版 送给大家我们今天的每刻一句 无论是高兴或是伤心的往事 它们都不再会重来了 可都是限量版哟 这么想来是不是那些伤心的过往 也能够释然了嘞 所以嘞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们要开心快乐每一天哟 赶紧再来念一次吧 我们生命当中的每时每刻 那可都是限量版 好了那都说是限量版了 小爱我怎么还好意思浪费大家的时间呢 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课程吧 嗯那当然啦还是老样子 小爱我人就要问 哎在上节课当中我们所实习的那些内容 你是否都还记得呢 是否都掌握好了并且消化了嘞 赶紧跟小爱我一起去回顾一下 看看我们究竟学习了些什么吧 其实呢在上节课当中啊 并没有研究什么崭新的语法点 对不对 我们只是对于这一个新学习到的 过去完成时 有了一个更为深入 更为细致的了解 又读了两篇小短文 来深刻的理解一下它们 有关于它过去的过去 这样的使用方法 你是否都记牢了嘞 嗯有关于过去完成时的变味形式 又是否都完全没有问题了嘞 在这里我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想要我觉得这是一个最为乖巧的时态 所以你们也要快速的掌握好哟 除此之外呢 在上节课当中啊 我们还一起听了一篇听力 是有关于一个女主人公 玛丽亚她的情况 大家是否还记得呢 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高兴的故事 还是令人有一点悲伤的故事 你还记得吗 那我来简单的回顾一遍哈 她说的是 她本来是有一个工作的面试的 对不对 但是最后她怎么样啊 最后她有没有能够去成 这个 她最后的结论呢 就是 他错过了航班 对不对 因为她怎么样 她在咖啡店里面已经 这样了 对不对 不晓得刚刚这两声 有没有吓到你们 如果吓到你们 也挺好的 这样你们就正奔了嘛 好 那有关于这个听力的问题 和有关于事态的问题 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但是呢 在这里 我们仍然要来继续 延续一下 这个听力当中的内容哈 我们都听过了 这个玛利亚的这个情况 那如果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在与外国人交流的时候 她跟我们讲了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 交流交流嘛 不仅仅是她讲 对不对 我们肯定要跟她互动呀 如果你在听完一个事件 一个故事之后 你应该如何来表达 你自己的情绪呢 如果听完玛利亚的这个故事 那肯定我会说一句 哎呀 真可惜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听到 啊小艾老师要结婚了 那这个时候应该算是什么 一个真好的消息 嗯 难道是一个糟糕的消息吗 嗯 好了 那我们一起来把书打开吧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在这个 就是我们上节课完成的 这一道听力练习的右下角 哎 这边就有很多很多 可以用来表达情绪的句子咯 我们赶紧一起去学习一下吧 其实可简单了呢 说它是句子 都有一点抬起它了 无非就是单词嘛 对不对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是怎么用吧 其实挺简单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主要呢 就是有两个结构 第一种呢 就是最为常见的 直接用s 是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加上这个形容词就可以了 对吧 这件事是好的 是坏的 是糟糕的 是什么有趣的 等等都可以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情绪上扬一下 变成感叹句 那也有一个固定的形式啊 我们就会使用特殊疑问词 g 然后再加上形容词就可以了 比如你要说 s del libre 是恐怖的 你也可以用特殊疑问词 g来引导 那就变成 g del libre 前者呢 就表示是恐怖的 或者会表示 多恐怖啊 其实没差啦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哟 那我们赶紧来读读书上 究竟有哪些吧 第一个 es del libre 我就不多啰嗦了 解释为是恐怖的 那么当然啦 这个时候的恐怖呢 并不一定是说 这件事情是很令人 害怕这个感觉啊 那他可以说是 这件事情特别糟糕 我们也可以说 es del libre 是 好 那么再来呢 右边那一个叫做 que maravilla que maravilla 这个词大家也可以认识一下 也许呢 嗯 觉得光看maravilla 不是特别的眼熟 但是如果我说到 他们家的同门师兄弟 叫做maravilloso 你是不是会更眼熟一些呢 maravilloso maravillosa 是形容词形式 而我们的maravilla呢 就是名词形式了 可以解释为奇迹 对不对 或者令人惊讶的事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que maravilla 比如当我们看到一些 非常令人震惊的事物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que maravilla 来表示一下自己的情绪啊 当我们看到金字塔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一句啊 que maravilla 当然啦 比较漂亮 比较唯美的中文翻译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说成 多么鬼斧神功啊 那当然啦 这个时候呢 就能够体现出 威武我大中华 有没有 我们的汉语就是能够博大精深呀 可以翻译出那么唯美的 鬼斧神功这样的词啊 那么在西班牙语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说 que maravilla 是不是很简单呢 好 接着往下 es expandoso es expandoso 这个形容词大家应该要记得呦 因为我们在上节课的听力当中 那个玛利亚就说过自己 对不对 叫做es expandoso 是什么意思啊 嗯 它肯定是一个负面的情绪了 解释为非常令人恐惧的 那么当然啦 这个令人恐惧也是指 哎 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es expandoso 再来que expando 这个词大家认识一下 它和es expandoso 是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是形容词 一个是名词 那有同学就说了 安打安打 难道que后面 只能加这个名词的结构吗 比如刚刚上面que maravilla 好像也是名词呀 小艾我说 其实不然哟 大家除了可以直接使用名词 que maravilla que expando之外 也完全是可以搭配 它们的形容词形式的 que maravilloso 和que expandoso 都是正确的 si 接着往下 Dios mío 这个就不用多啰嗦了嘛 哦 我的天哪 对吧 这个大家可以直接使用就好了 非常简单 再来que horror 或者es horroroso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句子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解释为 真是令人 怎么样 非常好 令人害怕的 人就是恐惧这个意思 horror 这个单词 大家认识一下 它现在使用的呢 一个是名词 horror 对不对 名词形式 另外右边的呢 就是horroroso si horroroso 这个事情呢 可以解释为 非常令人毛骨悚然 令人恐怖的 真的是可怕的事情 si 接着往下 estuvendo 解释为怎么样 嗯 非常好 是正面的哟 解释为绝妙的 棒极乐的 极好的事情 对不对 estuvendo genial 同样的也是解释为 很棒啊 genial 这个单词呢 还有一个非常常用的用法 比如人家问你 Hola 你好吗 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说一句 genial 解释为我现在的状况 棒极了 si 好 再来右边 eshorribile 这个我就不多啰嗦了 人就是跟horror一家亲的 同样都是表示恐怖啊 害怕啊 这样子的概念 大家认识一下就好了 接着往下 bien 就也不用多啰嗦 大家都知道 que rabia 是什么东西啊 rabia 这个单词好像略微陌生一些 对不对 rabia 直把的意思呢 解释为 嗯 狂怒 就我已经很生气了 我已经生气到爆了 这个时候就会说一句 ge rabia 多生气的状态 ge mal 就是为多么糟糕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ndnn 这些短语啊 这些单词 大家学走吧 一起来看一下 小练习当中 小爱我 为大家安排的 这几个事件和场景 你究竟会有 怎样的情绪吧 一会儿见咯 hasta luego 让我们一起来 做个小练习吧 欢迎各位小伙伴们 在小练习之后回来 小爱我 为什么那么高兴呢 因为啊 接下来我要讲的 这个知识点 对于各位在听课的 小伙伴们来说 可是非常之常用 但是呢 又非常之简单的句式 所以啊 有了我这样的铺垫 你有没有振奋起来呢 有没有准备好 和我一起大干一番嘞 废话不多啰嗦 赶紧来揭晓 他们神秘的面纱吧 究竟是谁 是如此常用 又是如此简单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今天要学习 两种句式 一种叫因为 一种叫所以 没错 就是用来引导因果的概念 那么在引导因果的时候 你脑海当中 有跳出谁吗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 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 Porque 对不对 Porque 要发清楚哦 这个因为叫做 Porque 如果是为什么 才叫Porque 记得吗 为什么是有中音符号的 Porque 而因为是没有的 再来一次 Porque和Porque 同样要注意的是 因为可是连在一起写的 既然大家最熟悉 这个因为 Porque 那我们就先从它看起吧 Ahora tenemos que abrir el libro Asta la pagina 79 小伙伴们 一起 abrimos el libro Asta la pagina 79 第79 大家可以看到 在最上面有一个知识点 有关于原因的表达方式 有同学就问了 Ana Ana Porque 是没有问题啊 为什么他这边写了一个 叫做Indigadivo 这是什么东西啊 嗯 好 那我在这里呢 就要隆重的告诉大家一下 给大家解说一下哈 如果各位小伙伴们 仔细听的话 你们也会瞬间觉得 哎呀 自己的西班牙语 好像有一种 更上一层楼的赶脚了 Indigadivo呢 是西班牙语当中啊 对于一些语法时代的 标准名称 它指的是我们 西班牙语当中 最早学习到的 叫做 陈述式 有同学会觉得 陈述式有点陌生 其实很简单 陈述式是我们以前 所学的那些 实态的大帽子 我们以前有学习过 现在实 有学习过 简单过去实 什么过去未完成实啦 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它们全部都是在 陈述式 这个大的概念下的 因为以后啊 我们会学习到 虚拟式这个问题 马上就要 呼之欲出了哟 所以大家再耐心 期待一下 那么在这里呢 它就告诉你 如果你使用Porque的话呢 是很常规的 不需要考虑 虚拟的问题 直接使用陈述式 连接就可以了 然后重点是 大家看一下 它写了一句句子 叫做 至于主句之后 I'm I 大家以前小时候 在学英文的时候 学从句 是不是特别纠结啊 可能大家伙比较聪明啊 可能不纠结 但是小艾伙 我以前就很纠结 我每次一听到从句 我就很搞 什么主句啊 从句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大家记住 其实呢 西班牙当中的从句啊 并不复杂 其实很简单 大家记住了 小艾伙呢 在这里教给大家 一个比较好理解的办法 因为呢 我比较笨笨 对不对 我以前学英文的时候呢 这个到后来 学西语的时候呢 都有略微痛苦的 这个阶段 所以呢 我就给大家 化繁为解了 按照我简单的 记忆方法 来帮助一下大家 你们看看 你们能否受用哈 虽然简单 所谓从句就是 两个句子 连一起 那就叫从句 但是呢 如果是一般的 如果是一般的 两个句子 我们直接把它连一起 这个句子 肯定是不能 直接连在一起的 因为我们有知道 一句句当中 只能有一个 变味动词 大家记得吧 就讲过的规则 对不对 所以呢 为了让这两个句子 能够合法 合理 自然而然 正确的连接在一起 这个时候呢 就会添加一些 乱七八糟的连接词 让它们变成一个 所谓的从句 这个就是概念了 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说 我们主要连接的词 就是这个 但是大家也不用 考虑什么主句从句 其实很简单 就是结果在前 原因在后就可以了 当你要使用 的时候 就是先说结果 再说原因 是不是很容易呢 你说的不对呀 比如人家问你 你为什么学习西班牙语 我回答的时候 肯定都是说 我的 是直接用的呀 没错了 如果你能想到这里的话呢 首先我要给你 一个大大的赞 说明你的思路 转得很快哦 那其实呢 也很好理解 在口语表达当中 为什么 会出现在举手呢 好像不符合 小艾老师刚刚讲的呢 其实完全符合了 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的那个结果 是不是已经出现在 对方的那个问句当中了 所以我们才没有 把它再重复一遍 当然了 如果你想要 重复一遍的话 这应该是 人家问你 你为什么学习西班牙语 你就会说成 estudio espanol porque me gusta entienden 好 那除了口语表达当中 我们可以省略之外呢 书写的时候 可以一定要补全力哦 fui a kenia porque quería hacer un safari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 怎么样 fui a kenia 我去了肯尼亚 这是这件事情的结果 那么原因呢 就有porque 连接在后面 原因是因为 queria hacer un safari 我想要怎么样 我想要做一次 safari 很多同学问 这个是什么呀 它解释为 非洲大陆当中 我们可以有一个什么 狩猎或者探险 我们就叫safari 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好 再来 那porque我们讲解完了 再来看一下第二种情况 是跟porque有一个 相对应的情况 porque我们是 先结果加porque 再原因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还有另外一个 是要先原因 再结果的词 它就是gomo了 由gomo引导的句子呢 gomo永远出现在句首 然后呢 我们连接上原因 结果直接说在后面 就可以了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 gomo在使用的时候呢 仍旧没有特例 直接使用陈述式就可以了 比如我们要说 刚刚我们前面说了一句 叫做 我学习西班牙语 是因为我喜欢 我们前面说过 了porque的句式 现在倒过来就是 gomo me gusta 然后呢 estudio espanol 就可以了 当中的那一个结果啊 我们和原因之间 可以用逗号隔开 比如说上这一句 gomo quería hacer un safari 逗号 fui a quenia 大家是否都能理解了嘞 这两句句子 可是都很好用的哟 表达的真本意思 也是完全一样的哟 只是根据你个人的喜好 先原因再结果 或者先结果再原因 都是完全可以的 好 那我们看完了这两个 较为常见的porque和como 之后呢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另外两个也能表示原因的 但可能出境频率 没那么高 我只是说没那么高 不代表他们用的不平常 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 这第三个 就是bor了 相较起前面的这两个单词啊 bor就更为简单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前置词 那么就我们目前阶段来使用的话呢 很简单 直接连接上动词原型就可以了 那我们放前放后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大家来读一读这两句句子吧 lo despidieron por llegar tarde lo despidieron por llegar tarde 那这句句子的中文呢 解释为什么 bor llegar tarde 就是说bor后面的就是原因了 因为迟到 对不对 因为迟到 lo despidieron 大家认识一下 等词原型叫做 despedir 它是有一个a变1的变化的 简单过去是第三层单数 第三层负数 有一个a变1的变化 直白的周痕意思呢 是告别 嗯 告别某人 那么在这里呢 解释为 他们辞退了他 因为直到 他们把他辞退了 这样子的周痕 你理解了吗 那就像我刚刚讲的 放前放后都可以 所以这句句子呢 你同样可以倒过来说 叫做 por llegar tarde lo despidieron por llegar tarde lo despidieron sí 那我就不读了 再来读一下 por ser tan tímido se quedo sin su recado por ser tan tímido se quedo sin su recado regalo 嗯 这个有点小可怜 对不对 那bor先说原因 因为是那么的害羞啊 dímido 就是为腼腆的 害羞的 然后呢 se quedo 动词原型叫做 quedarse 那我们说 quedarse呢 可以相当于estar 用来表示一个人的状况 对不对 他的状况怎么样 没有他的礼物了 因为他那么的害羞 所以他呢 就没有得到他的礼物 那么可能因为他害羞了 就不好意思去拿 或者等等等等的 那同样的道理 这一句句子 也可以先说成 se quedo sin su recado por ser tan tímido 就是前后倒一下顺序 也是完全可以的 唯一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把bor呢 直接出现在拒手 就是原因放前的话 那你就要逗号隔开 再加上结果 而相反的 如果你是结果在前 原因在后的话 那就直接连接就好了 这一点 是不是和我们之前提到的borge 是一样的嘞 记下来就好了哟 好啦 那加油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情况 最后一个情况呢 叫做sg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说进行解释 然后说明原因 然后呢 又要置于聚首 有同学就有点模糊了 这个究竟怎么用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书上是怎么说的吧 第一句是 siento llegar tarde es que había mucho tráfico 那么这里呢 我们要理解一下就是 siento llegar tarde 先认识一下 来自于动词原型 sendir 很多同学说 sendir我不熟啊 你打这个siendo我也不熟 那你有没有想起来 对不起 这一句话 是不是叫做 lo siento呢 其实呢 它只白了中文意思啊 这个动词sendir 表达的意思是 对某事感到遗憾 直接加动词原型就好了 结束为迟到 我感到很遗憾 就是很抱歉 我迟到了 这是一件事 然后呢 他就说完了这件事 后面再对这件事 解释一下原因 那我们来看一下 后面的原因 他说的是什么 es que había mucho tráfico 对不对 有很多的交通呢 其实指的就是 交通拥堵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这两句句子啊 在翻译的时候呢 其实并没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因果关系 它怎么翻译呢 其实应该半句 半句来翻译 先说前半句 哎呀 我迟到了 我感到很抱歉 然后呢 再说后半句 那是因为交通很拥堵 但是呢 这个原因是在说 为什么迟到 但并不是说 我为什么迟到 感到抱歉 所以呢 它们当中呢 是有一个断点的关系的 大家留意一下 我们在这里呢 就不能单纯的使用 porque了 si 大家要注意哦 那么当然了 这个es que呢 在使用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出现在 一句独立的句子当中的 然后呢 出现在句首就可以了 但是呢 在使用的时候 有一点还是比较轻松的 就是它在使用的时候呢 同样也没有什么 特殊的情况 直接使用我们的 陈述式就可以了 And then 好了 那说了那么多 表示原因的句子 你是否都有记牢了嘞 我们找两句句子 来练练手 大家各安大 一起把书打开 人就是在 第79页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 第八个练习当中 我们来找几句句子 感受一下吧 比如这里的第二句句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它说的是 大家见到了吗 这句句子 直白的中文意思 解释为什么 你们从哪里哪里经过 对不对 你们从哪里哪里去 是 解释为高速公路 然后呢 以怎么样的一个速度去 大家可以认识一下 由前置词 来连接 用来表示一个车 或者一个交通工具 行驶的速度 以120公里 每小时 表示频率 大家都很熟了 对不对 直接连接时间单位 就可以了 以每小时 120公里 而且是怎么样 每小时超过 120公里的这个速度 从高速公路上面 开过去 那所以呢 这个速度肯定是很快了 这既然是个结果 那我们可以直接往下说呀 在这一道题目当中 我们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 大家完全是开放性的 只要你觉得在逻辑上面 是符合这样的因果关系的句子 都是可以使用的哟 那当然最为关键的 就是有关于我刚刚讲的那一些 用来表示原因的那些连接词 是否都有记好了嘞 好了 那废话不多啰嗦 我们赶紧在这小练习当中 再来好好的复习梗固一番咯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报告阿尼达 有关于表示原因的那些句式 我已经掌握得妥妥的啦 嗯 好了 那既然大家表示原因的 都已经掌握得很棒棒了 那赶紧跟着小练习 再来看一看表示结果的句子吧 我们中国人就是那么优良的传统 有没有有因必有果啦 那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如何来表达结果嘞 嗯 说到表达结果 相信很多小伙伴想到的是 BORESO 有没有 一个是BORGE 一个是BORESO 这两个可能是经常会被拿出来说的 对不对 那么大家在这里呢 同样也要留意一下BORGE和BORESO啊 要注意一点哦 BORGE可是一整个单词哦 由BOR和GUE两个人紧密的联合在一起 变成了一整个单词 解释为因为 而BORESO呢 只是两个独立分开的单词 一个是BOR 一个是ESO 中心代词 大家都要记忆一下哦 千万不要写错了 好了 那废话不多了 赶紧去看一下 除了BORESO之外 还有什么是你了解的 熟悉的 但又没想起来的嘞 这就一一来认识一下他们吧 首先是第一个叫做 其实说其他的话 大家才发觉 哎呀哦 这个人其实也老眼熟了 有没有 大家来认识一下 这一句话直白的中文意思 就是这样一来 对不对 其实就是用来引导结果的嘛 解释为这样 后面直接加成书诗就可以了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呢 同样没有任何的特例 你可以前面呢 直接说一件事的情况 然后后面直接有 再加上你的结果就可以了 比如书上的例句 怎么说到 No había nadie en el aeropuerto Así que me fui 再一次 No había nadie en el aeropuerto Así que me fui 大家就可以注意一下了 在前面的那个 No había nadie en el aeropuerto呢 就是我这件事的情况 对不对 在这个机场里面呀 一个人都没有 No había nadie 那好 于是呢 我就要连接上结果了 有一个对号 然后有 Así que 用来引导一个结果 所以呢 我就走了 对不对 嗯 应该是很好理解的吧 好那说完了这个Así que 我们赶紧再来看一看 第二个我们更为熟识的 这是刚刚小艾老师 先提到的那一个 叫做Boresso的情况 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吧 Boresso同样也是 直接连接上结果就可以了 也是直接使用陈述式 Aya这些都好简单 就不用考虑时态的问题 就最轻松了 有没有 我们也来读一读 这一句句子吧 他说到 Estaba muy cansada del viaje Boresso cogió un taxi 那那叫说了 在这里啊 Boresso和Así que 完全都是一起同工的哟 也就是说 在上面那一句子当中 使用Así que的位置 我们完全可以使用Boresso 而在这一句子当中 Boresso的位置呢 就又可以用Así que来替换 是不是妥妥的呢 我们来读一读 这一句Boresso的例句 说的是啥 他说 Estaba muy cansada del viaje 怎么样 他非常的累 Anda 你怎么能知道是他呢 Estaba有可能是我呀 对不对 第一人称的第三人称单数 都是同一个形式呀 如果什么一定要翻成他嘞 诶 问的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后半句 是不是有一个叫 Go Hio 大家有没有见到 叫做Go Hio 是不是一个简单过去式嘞 所以前半句就是 他非常的疲惫 从哪里回来非常的疲惫呢 Del viaje 旅行归来 他非常的疲惫 所以嘞 这个结果就是 Go Hio un taxi 他坐了一辆出租车 N.D.N. 大家都认识一下 Go Hio 可以解释为乘坐 那么当然我们说这个字 也有一定的地域性 对不对 在西班牙 我们会直接说 Go Hio un taxi 加交通工具就可以了 而在拉丁美洲国家的话呢 我们就更喜欢用 Domar Domar un taxi N.N.N. 好 那在这里 我们同样也可以说成 Estaba muy cansada del viaje Asique Gogio un taxi 都是完全正确的 Bale 说到这里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人了哟 最后一个人啊 大家也听了很多 叫做Andosis 只是有很多同学会觉得啊 平时我好像见到他的时候 都没有翻成所以 而是叫做 于是那么 这样子的概念 那大家现在细细想来 有没有发觉 其实中文当中的 于是那么 和所以 是有着 基本上一致的意思呢 所以我们的Andosis 自然也是可以用来引导结果的咯 那我们一起来读读看 这一句句子 哦 有点潮 别着急 这不有我呢吗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先看前半句哦 me ofrecieron muchos destinos en agencia de viajes 这就是为他们向我提供了 是一个简单过去试 对不对 他们向我提供了 很多的目的地 在哪里向我提供的呀 旅行社 对不对 在旅行社里呢 人们向我提供了 很多的目的地 no sabía que elegir entonces coji lo primero que vi no sabía que elegir entonces coji lo primero que vi 那前面呢 说了 哎呦 旅行社里面 给我选择 很多很多的这个目的地 然后我怎么样 no sabía que elegir 我就不知道 究竟选择什么了 大家可以注意 saber加等词言性哟 如果想爱我 没有在的情况下 你也要自己注意 这样的句式搭配哦 有saber直接连接动词言性 会做某事 或知道做某事 我不晓得选择什么了 于是 或者叫所以 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呢 可以相通的 对不对 然后我怎么样 于是我就goji lo primero que vi 那goji直白的中文意思 来自于goher 对不对 直白的意思 有哪啦 有乘坐这样的意思 那其实呢 在这里就是做一个决定了 对不对 我就选择了 lo primero 最早的 最初的那一个 怎么样最早最初的那一个呢 gebi 大家见到了吗 来自于ver的 简单过去使用 连起来就是 我最早看到的那一个 and then chicos 那么在这一句句子当中呢 大家就可以见到了 这个endonces呢 同样也是出现在句子当中的 是不是和前面的 asigen和boresso 是不是都有着 异曲同工的用法呢 在使用的时候 人就没有特例 直接搭配句子就可以了 那常见的 用来表达结果的 这三个句式 你是否都掌握好了呢 就是那么简单有没有 同样的 我们也来举个例子 看看如何使用吧 大家同样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的 erfifio9 他说了 请写出以下情况 可能会出现的结果 那么是需要大家 自行歪歪 同样也是要使用 我们刚刚教过的句式 哦 和刚刚我们学习那些 表示原因的句式一样 小英文呢 也带着大家 一起来找个句式 练练手吧 比如我们来找一下 这个quattro 第四句句子 它是这么说的 我呢 这不算是特别喜欢了 我为什么不怎么喜欢呢 我特别不喜欢的是什么呢 No me gustan las fiestas con los extranjeros No me gustan las fiestas con los extranjeros 我比较不喜欢那些 全部都是外国人的派对 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 我们中国小伙伴的 这个虽然呢 西语也能够正常交流的吧 也能够妥妥的 但是总觉得没有 咱中国人亲切 所以呢 我就不是特别喜欢 去参加那个派对 大家不要看我平时那么话 多 其实我看到陌生人 可内向了的 好了 咱们言归正正好 书上就说了 嗯 在这个fiesta当中 昨天我怎么了呢 me aburri 主要的动词 来自于aburirse 考一考大家了 曾经小艾老师 在之前的西天曲经当中 有教过一句句子哦 叫做aburirse como una ostra 你们还记得吗 像一个生蚝 像一个牧蛎啊 一样无聊 对不对 嗯 我们会使用这样一个 固定的离语句式哦 你应该都记得的吧 好了 那言归正传 书上就说了 昨天啊 我在那个派对上可无聊了 那所以嘞 结果就是 嗯 那我们可以直接说 asique 或者boreso 或者entonces 都完全可以啊 然后加上结果就可以 那我们可以说什么 比如安大造个句吧 我说 aier me aburri en la fiesta entonces 怎么样 me fui brondo me fui brondo 就是为什么 我挺早 我就离开了 对不对 来自一栋词的信 yipse 相当于salir 相信你 都还记得的吧 嗯 做一句怎么够呢 这边不是还有那么多 来跟大家选择吗 所以一会儿 这是你们的天下了 要好好的开灯你的小脑筋哦 给我们造一些非常有趣的局势吧 嘞 好了 那说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就告一个段落了 怎么样 是不是学的特别轻松呢 原因 结果就是那么畅通了 好了 那让我们再去小练习当中 好好地巩固一番 我们就去快乐的西天取经吧 让我们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给了我们一起来做个小练习 在上节课里我们在浓浓的花香里结束了课程 今天我们又要在浓浓的花香里开始我们的西天取经 成前起后什么的最有意思了有没有 在上节课当中我们去哥伦比亚走了一走 看了看他们的鲜花节 那我曾经说有一个西域国家的玫瑰花 最近几年可火了 你们知道哪里的玫瑰花吗 咚咚咚咚 终于要揭晓答案了那就是Eguador 没错了Eguador 那在正式开始今天西天取经和大家分析厄瓜多尔的玫瑰之前呢 先来考考大家 小伙伴们都知道厄瓜多尔 这个Eguador是它的国名 那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啊 这个Eguador还有一个其他的意思呢 在西班牙语当中啊 Eguador也是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赤道 没错了那厄瓜多尔既然国家能够叫这个名字 自然说明它是离赤道很近的 而且温度是很高的啦 好啦那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走进厄瓜多尔来看看究竟它有什么特色吧 厄瓜多尔的玫瑰呢 可以说是举世闻名了 它们的鲜花呢 享誉全世界 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啊 鲜花是它们主要的非石油出口产品之一 也是它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之一 厄瓜多尔呢 不同花色的玫瑰品种有超过300种之多哦 厄瓜多尔呢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它是靠近赤道的嘛 所以呢它的自然条件呢 就得天独厚了 从上世纪的90年代开始啊 厄瓜多尔征服呢 就大规模的引进种植玫瑰 等各式各样的鲜花品种 而它多种多样的地理环境呢 又带来这个气候和温度的优势 使得厄瓜多尔的这个花卉业啊 蓬勃发展 除此之外呢 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啊 它的中部高原地区呢 就是地广人稀啊 住的人很少 而它的昼夜温差呢 又很大 日照的时间就很长了 所以呢 这能为玫瑰啊这样的花朵呢 提供非常有力的生长环境了 厄瓜多尔的玫瑰呢 有非常非常大的特色 就是它们的花茎啊 很粗很长 然后呢很笔直 而且很挺拔 它的花蕾呢非常的大 并且最为重要的一点是 它的颜色是异常鲜艳的 它们的花朵呢 绽放的生命期非常之长 所以才举世闻名哦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玫瑰花之一 可是玫瑰中的佼佼者哟 厄瓜多尔呢 是世界主要鲜花的出口国之一 它出口的鲜花质量卓越 最最让人心动的呢 就是厄瓜多尔的皇家玫瑰啊 相比于其他的玫瑰呢 它们的花朵更加大 更加鲜艳 并且它有荷花牡丹的鲜红 也不乏情人讨面那种飞红的感觉 更有令人震惊的七彩玫瑰和荧光玫瑰 而据说最近几年特别风靡和流行起来的 所谓永生玫瑰 就是因为厄瓜多尔的花朵 周期非常长哦 但是真的能永生吗 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哇哦 说到这里 姑娘们怎能不心动呢 而在听课的汉子们 为了博德尼女神的奄然一笑 赶紧把钱存起来了 因为这些美丽娇艳的花朵 来到中国之后 价格可不菲哦 那当然啦 你也可以选择好好的学好西班牙语 说不定就可以直接和人家厄瓜多尔的玫瑰原主交流一下 那这个不就直接找到供货商了吗 这个成本应该可以大大下降了 对不对 说想太多了吗 好了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啦 Adiós chico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